所以他會看街頭耶 可是你會把他頭趕過來 對對對,你叫他看 真的,他會看街頭耶 真的,他在看街頭耶 怎麼會這樣 起發了自己 拍照,拍照 可是你怎麼會想把貓當作我們小烏嵐民宿的一個店呢 其實一開始也沒有說就是刻意去 要用貓咪來當點 對,但就是因為 因為他真的長得很可愛,所以會想要跟大家分享 然後後來PO在網路上面之後就很多人 會開始關注這隻貓 反正就是這隻貓在網路上面的人氣 還比我們人來得高很多 哇,他經過獎項的黃袍加深之後 有沒有因此人氣再更高一層 我覺得就是他本來好像還蠻多人喜歡他 所以那時候跟大家公布這個消息 其實這個獎也是很多網友就是把他投票 所以他就有得到這個獎 還有評審的就是他們的評分這樣子 可是這個貓好怪 你看我們在聊天的過程 他就是乖乖待在這邊 對啊,沒有,我覺得他天性懶散 他只是懶而已 哇,那你爸爸呢 我爸爸 看到你帶貓回來 他一定覺得,哇,搞得民宿這樣 到時候毛掉了一地都是 一定很反對吧,剛開始 一開始其實 那時候一開始我養貓是我在念大學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因為自己一個人住在宿舍 所以就覺得說,啊,有時候覺得還是想要有個伴 然後就想說養貓咪比較方便 然後我個人也比較喜歡貓咪 然後那時候後來就是 男人要監討啦,監了什麼 男人比不過一隻貓喔 沒有,貓咪就是你知道就是會有種家人的感覺啦 那種感覺不一樣,對 然後後來就是有一次就是父母來台東找我 結果就被他們帶一個陣子 然後就說啊,養貓 然後啊,因為那時候貓咪還很小 他們看到你覺得很可愛 然後就跟我說,學生養什麼貓 然後這樣會不專心 我會把貓帶走 然後就把貓帶回來 帶回來之後呢 他們就是愛貓比 就是比愛舞還來得多啦 從此之後應該說 就是他們就是非常喜歡貓咪 你都沒有看到我女兒 剖一張照片在網路上 他們兩個這樣對看的眼神 哇,哇 所有的網友都寫 太羨煞人了吧 對 照片在網路上 對